交投接耳比對資料 每個電器設備逐一勾查 基隆東岸廣場 大陸開發跟微風廣場 31號下午正式移交 場外Net委任律師 氣勢很強 狀況部分麻煩 就是後續由市府這邊的發言 現場所出資新建的一切資產 市府將主張有所有權 我們將以現行犯 竊戰的行為來做告發 不僅拿出大聲工 要移交人員聽清楚 在二樓以上也貼出公告 要他們看清楚 表明擅自移動就追究 拒絕移交態度堅定 不瞞市府去年九月 執意遭傷 並匡稱不知道有產權問題 認為程序有爭議 律師認為一月二十年太長 竟還能有優先續約全十年 得標商要另外提供兩千萬 給市府使用 但沒設定規範積合方式 質疑變相成了行政小金庫 基隆市府表示 Net若認為權宜受損 可以向市府主張求償 但不可強行霸佔東岸 將依據契約及法規完成點交 東岸廣場吵個不停 附近的信二停車場 則是排個不停 因為以點交關係 市民停車只能往這邊擠 導致大排長龍 基隆知名地標出現產權爭議 擴大延燒影響市民 上次我女主角聯報 基隆報道